歡迎收看 嚴選大雷臺 我是黃柏林 今天大雷臺帶大家來關心 彰化縣長的選情 政見篇 彰化縣長的選舉 現任的國民黨籍王惠美想要連任 民進黨派出黃秀芳來挑戰 那麼最近在一場民進黨主席幫黃秀芳 去站臺的場合當中 抨擊彰化縣是一個工程流標大縣 黃秀芳列舉出來了包含 竹堂鄉衛福大樓這個工程流標了九次 彰化八卦山大佛的修復工程 也流標了九次 那麼針對這樣子的抨擊 王惠美的發言人就說 這是因為原物料上漲 人工上漲 沒有辦法順利發包 還進一步要求 希望總統來協助幫忙解決 那麼黃秀芳就認為 其實王惠美的公共工程 行政效率不髒的 王惠美認為這是大環境的問題 所以兩個人的意見完全不一樣 同樣的情況 也在兩個人的交通政策上面 意見截然不同 像是南彰化到底需不需要蓋捷運呢 首先看到王惠美他是堅持要 要蓋南彰化捷運 為的是要接上中科二林園區 跟未來環評通過之後 要蓋的二林精密機械園區 藉此來解決現階段塞車的問題 然而黃秀芳卻認為這蓋捷運不務實 他提出來的是 要跟中央合作 銜接 延伸東西向快速道路 這才是省錢又實際的方法 接下來時間就來看今天 彰化縣長選舉政見大PK 天色暗下來 路燈亮起來 彰化西湖市區剛入夜 熱鬧非凡 紅黃色車燈染出大片燈海 綿延將近三公里 每週一到週五西湖出塞車大景 結束一天工作 身心疲憊 還要面對塞車長龍 現在是下班的時間 我們從中科二林園區出來 經過西湖鎮要上交流道 但是現在就大塞車了 原本上交流道的路程 只要十五分鐘 但是一遇到塞車 就變成兩倍的時間 要三十分鐘 這樣的苦 從台中往返彰化 在中科二林園區上班的人最懂 每天早上六點半就要出門 一坐到車子上面去就會覺得說 我還要再開一個小時 那下班回去的時候 又坐在車子上說 我今天不知道開多長時間 才能回到家裡面 好像有點厭世 林先生駐台中豐原開車通勤 走國道一號西湖交流道下 開過市區到中科二林園區 每趟平均一小時 其中有半小時都在塞車 最長的時候 我從這邊回到家 也曾經開過兩個小時 對啊 你市區塞車 再加上高速公路塞車 還有陳先生也是 跨縣市工作塞車很痛苦 住彰化其他鄉鎮的同事 也沒比較輕鬆 北彰化來的同仁 像是鹿港和美 他們開車的路程 不會比我從台中市南區過來少 所以如果是在彰化縣內 會有這一些建設的話 對他們來講 會是更方便的上班選擇 中科二林園區位在南漿化 員工通勤老師遇塞車 他們認為是因為南漿化東西 向的大眾運輸很缺乏 所以我們其實還蠻希望有一個 可以跳過一般道路的一個道路 我們搭個台鐵然後轉到捷運上 我還是有辦法可以直接進到公司 當然是我們的希望 可以不用自己開車 花的時間是一樣沒有錯 但是我如果坐車來 我會比較輕鬆 我可以在車上休息 我可以在車上做我自己的事情 聽音樂看書 那都是可以的 南漿化蓋捷運 是現任縣長王惠美的交通證件 東西向橫跨從雲林車站連接浦芯 經過西湖交流道再到二林 穿過中科二林園區 以及未來通過環評後要蓋的 二林精密機械園區 之前的報告是兩萬五千個工作機會 兩萬五千個一個園區 那如果這二林親密機械園區 又是同樣的面積的一個比例 來思考的話 那就五萬 五萬個你看一下子擠進來這個園區 上下班的時候一定是非常擁擠 中科二林園區占地六百三十一公頃 分一二期建置 一期目前有三十五家廠商核准進駐 其中七家建廠中 另外有兩家蓋好了 開始營運 園區內員工不超過千人 中下班經過的西湖市區 就已經塞成這樣 有人喊蓋捷運輕軌救救通勤族 但也有人認為沒必要 效益不大 就是你還是會選擇開車對不對 我還是會選擇開車 畢竟開車的話 你還是可以自己去 去調配你自己的時間去做通勤 民進黨籍彰化現場候選人黃秀芳 也不挺難彰化捷運 黃秀芳認為改山二林通往西湖的交通最快的方式是安排接駁專車 還有東西向快速道路的銜接與延伸 在秀芳擔任立委的時候 其實我跟中央這邊都有一些規劃 就是彰化的東西向 從譬如說從中章延伸 那還有從我們的76縣延伸 那未來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向道路的一個延伸 甚至可以接到我們的西濱 但王輝美說彰化是百萬人口大縣 捷運是必須要有的建設 彰化它是1140幾平均一平方公里的人口數 那臺南也不過才八百多 高雄是九百多 那六都裡面他們都能夠做捷運 為什麼人口密度這麼高的彰化 他不能做捷運呢 彰化縣總人口數為一百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三十人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有一千一百五十九點二八人 而六都中的臺南市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八百四十四點五一人 高雄市為每平方公里九百二十五人 都比彰化縣來的少一些 而王輝美想蓋捷運比的不只人口密度 還有高齡人口數 我們現在大概真的要開車請假 載著爸爸媽媽去看醫生 可是未來如果我們這些捷運能夠形成的話 那未來在這個區塊的話也可以幫助 我們這些長輩們在救醫救養的這個部分 就可以很方便了 彰化縣府統計 縣內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有二十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九人 佔總人口數百分之十七點八一 依照國際定義 六十五歲人口佔總人口比例達百分之二十 就屬超高齡社會彰化逐漸逼近 王輝美王縣長在四年前 他所提的南章的捷運到現在 也看不到什麼樣的成績 也看不到一個影子 所以我們會先從電動巴士試營運的狀況 類似像培養我們的運客的部分先來做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捷運的爭取要一段時間 那如果說我們的民眾已經能夠習慣 適應這樣的一個路線 藉此我們整個捷運下來 我們的客流量的話絕對是夠的 彰化線要擺脫低薪人口數下降的窘境 改善交通是重中之重 因為交通路網好比人體血管 不通就中風 而改南章話捷運是否能打通任督二賣 也成了藍綠候選人攻防話題 華視新聞成長同年會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還要開啟小鈴鐺